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我们用面筋来做一道好吃的 首先我们先将面筋切成片 切好片的面筋呢 我们把它码好 再改刀切丝 切好后我们装入到盘中备用 准备洗净的菠菜300克 改刀切断 切好后我们也放到盘中备 香葱一根 切成两红分足的段备用 大蒜准备几个切粒备用 现在看到是切好的菠菜 面筋丝 香葱 蒜粒 还有几个红辣酱 以及30克的排骨酱 如果家里面没有排骨酱的话 可以用黄豆酱来代替 起锅添水 水开后加入10克的花生油 和少许的食盐 这样焯水的菠菜出锅后 不会发灰和发黑 菠菜焯水30秒后呢 我们就把菠菜控水捞出 下一步起锅 放入少许的菜油 油热后将红辣角 蒜粒 葱段下锅炒香 炒香后 把面筋下入到锅中 再放入排骨酱 中小火炒到 面筋表面发干 这样不仅有特别好看的颜色 而且吃起来会更香 炒香后 我们加入蚝油10克 提前食盐少许入个底棍 翻炒树下后 我们倒入超水好的菠菜 炒至10秒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非常营养又开胃的菠菜炒面筋就做好了 面筋这样做 鲜香爽口 营养丰富 吃着也特别的好吃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只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